它其实跟你在保养车子的漆面是很像 包括保护套啊 包括这个部分啊 人哥我们今天终于没有在工作室了 终于换了一个场景 非常欢迎哦 人哥今天到书周 我们今天聊聊第一个话题 最近也有很多粉丝朋友 这个话题我们也是比较少聊 就是我们的人杆啊 做工啊 还有所有的东西都非常细致 用料也都很好 那粉丝朋友拿到球杆了 就感觉说 我肯定偶尔要给他保养一下 这块我们就讲得比较好 少一点 当然我知道我们的那个 做工科方面都很好 基本上也比较不会说什么变形这种 其他可能会出现那种状况 那保养的这块人哥是有什么建议 那我举个例子 就是以后把来说 后把分漆面跟皮靶的部分 其实很简单啦 漆面它你要把它当个汽车就好了 你每天在球房里面打球 有时候会去不小心磕到 或者是刮痕 那这个刮痕慢慢累积久了 感觉亮度没那么亮 那其实除非是比较严重一点磕到 或者的话大部分刮痕 细微的刮痕 是可以处理的 你把它当车子处理 车子你开去给人家做什么抛光 抛光 然后你可以买汽车用品 我们的漆的表面的清漆就是汽车用品 哦原来是这样的 对 那品牌我就不说了 但是它就是汽车清漆 那我们的漆是很薄的 你汽车的是做很厚 因为汽车它要耐得住你好几次去给张家做抛光 抛光你看到可以拿一台机器 一直在高速转 对吧 它就是因为清漆够厚 让你可以把刮痕都去掉 那我们甘子林也不太可能有那么深的刮痕 如果那么深的刮痕你就得找我们了 那你自己平常是可以什么 用抛光蜡去在网上可以去收汽车抛光蜡 汽车抛光蜡然后拿回来 像我没有抛光机啊 我不能拿一只在那边转啦 其实不用不用不用 你只要用个抛光布转的打磨 转圈圈打磨 转圈圈这样子 一个验制型 对 转圈圈或者是你这一次就是转圈 或者是横向再纵向 然后再转圈打磨打磨打磨 那个刮痕就不见了 对 最后再用青春蜡把它抛一抛 它就变得很亮很亮 这是一部分 这是七 但是如果要深一点啦 你就得回来了 其实我们如果回来的时候 有些情况下是不用重烤漆的 就是你回来你可能觉得我这个地方有几道细痕 其实那个抛的掉我们不会帮你重烤 不需要重烤 那还有更小的 其实你在家就可以自己做 那如果都没刮痕 你也可以用汽车蜡 帮它打磨 你去平常开车 到洗车法 是纯洗车还是打磨 你打完蜡是不是比较亮 对 因为它的属性跟汽车是一样 那有人杆的人 大部分其实一定有一台不错的车子 所以你这样讲就懂 它其实跟你在保养车子的漆面是很像 包括保护套啊 包括这个部分啊 然后皮靶 你就可以上网去找皮革保养液 但也不用多 因为毕竟是你每天的物纹 你把当你的方向盘的皮革 你每天上一上抛一抛 就是很舒服的 这个皮革的柔软度也会维持的比较好 那这是后把的部分 那另外就再讲一个就是后堵啊 我们后堵这是硅胶的哦 它虽然感觉比较软的嘛 就是蛮舒服的 因为你这样子才好在这个旋转进去 嗯嗯就搞定了 但是它有个缺点 它不耐用的哦 好 所以你打一段时间它就会磨磨损到比较小了哦 就是比较薄了 那比较薄了之后 你赶快联系代理商会联系我们 帮你再计几个过去 我们这是免费的 注意一下就是这个厚度 后面的人标 这个是免费的 你随时来 跟我们要几个都没关系 这如果薄了 你的大轮就容易磨到地 磨到地或者敲到地 这个边缘就开始脱漆 就跟你轮胎磨到没闻了 你还继续开 那那个轮骨就已经要伤到了 一样道理 想跟陶教练和人哥深度连接的 欢迎加入首页的人干粉丝群哦